大家早安 星期三六点零一分 拿到相机来的时间都迟了一分钟 其实很累啊 可以再睡觉 好 先准备那些 Hello 大家刚刚煮完Helvy的早餐 又刚好Bell Pepper又是红色 连续这三个都是红色 因为我也是顺着包装 哪个比较近就拿哪个 我一杯咖啡 然后喝了一点 今天我吃这个快熟通芯粉 在香港带来的 我只会倒一些 而且这个是美国买的鸡粉 一个是大包装 如果是小包已经包了粉 这个是没包粉的 要另外自己放的 我就放这个 在美国costco买的 加一些spinash和turkey 也是照舊 今天是星期三 做的东西跟昨天的两天 我的意思是 做早餐那些 其实也是一样的 煮的那些煮法 或者 实际上没有拍到 八点半夜的时候 有人来 现在住这个屋是全新的 新建设 所以 他们现在深色的是 一个开放式厕所 不知道你们明白我的意思 而且他们厕所 那个是有扇门的 但是 浴室也是没有扇门的 我之前 Pive的爸爸 就给我们安了扇门 因为那些光是照进来 我们是很晒的 我们是睡不了 有点touch up要做 可能 那些门 门窖的位置 那些蒸气那些 所以不会是装窗帘的 而且也 很冷 如果你冬天洗澡 就是因为那些 蒸气会出到房间 完成品是这样的 通粉 turkey 还有 spinich 现在陪我一起去收拾维他命丸 其实我 应该是星期一去收拾 但是我们上星期去了三番司 通常去旅行的时候 旅行 就忘了去吃 到今天星期三 就要收拾了 我以下所说的维他命丸 未必适合每个人 因为我现在想 筹备身体去华人 所以 这个是我自己吃的 因为我不想大家都跟着去吃 打算未来也会开一条影片 讲关于 因为我来周四 即是明天 是不是明天呢 对啊明天 去做身体检查 想可能拍一条影片 讲一下 关于一年一次的身体检查 以及一些关于维他命的东西 这个一讲 我吃这一只 就是Prenato 然后 很Q10 昨天去了Costco 昨天还是前天 前天 忘记了时间了 去Costco买的 这个是叶酸 这个是For Harvey吃的 因为我其实Prenato也有 维他命E 维他命D 还有维他命C 再加上我的Fish Oil Fish Oil我就不入盒了 然后因为太大盒 就装不下我的这个药盒 其实只有六格 但我每逢星期一都收拾药 我星期一收拾药的时候 我就会顺便收拾出来 我吃完 之后就放未来这六天的药 而Costco买的这个 就是有八日的东西 但我们只用七天 我通常是这样算的 你见不见这个药有个字 这个字就是正正对着 现在是星期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其实这个第八格 也挺有用的 有时候维他命E 我们不需要夜日吃 是隔日吃的 如果我放一粒丸在这里 就代表我星期一要吃 刚才睡了个眼觉 今天睡了也挺长的 睡了差不多两个小时 真的很累 六月三 可能之前我两天累积的东西 还有两天这个挑战 随你来说 其实如果我可以睡到眼觉 其实我觉得是挺好的 暂时现在是挑战的一半 因为其实也真的很productive 其实我做了很多东西 我也是在家里 很舒适的 很难去排除睡觉 如果我在外面的话 可能是另一回事 因为如果在外面的话 很难去睡觉 如果在外面工作的话 今天要做的事情 就是剪片 昨晚已经剪掉了 差点要看最后一次 要看一看 今天也要搞定 因为现在香港时间星期四 因为是昨天的 但昨天聊天聊久了 而且也要早起床 也想早点睡 而且我刚才没有更新大家 整门的人他失了钟 他应该是10点半 后来他没有来 又打给他 又发声暖讯 他也没有反应 但他本身有点不reliable 我两个星期前也找到他 他已经有点不reliable 今天还没有展示 不如我不用给什么钱 因为他也是来看一看 做不做到 也是referral 所以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煮好个晚餐 今天做乌冬 现在是4点半 加了蛋 在这里 打一只蛋下去 有时候忘了打一只蛋下去 spanish turkey 乌冬 其实平时我吃的东西 都是这样吃不同的面 7点47分 现在准备洗化妆掃 就在客房这里 因为没有那么多东西 可以看到 所以那个 counter也比较少人 因为主人房很多东西 希望可以早点睡 可以9点多就睡了 现在是8点19分 我准备下妆 还有我不记得有没有说到 我出了一条新片 在costco的买菜片 未看的朋友就快点去看 明天再见 早晨 现在6点01分 准备去瑜伽 Day4 现在是10点28分 我今早6点半做了瑜伽 我的瑜伽是90分钟 一个半钟 我今次做了 特别平时的长一点 就是hot yoga 我回到家后 就洗澡 洗澡的期间 其实我有一个训练是 做这个洗澡 因为这个洗澡有时 可能没有水出来 但现在有水了 只有偶尔中 早到了 我当时还在洗澡 Hafi去处理 很漂亮 所以我现在才 搞到现在才拍片 微微 它已经搞练了 今天也有点冷 其实真的很不尋常 现在是5月23号 但LA还是很冷 6月就会 希望是暖一点 我家里也要穿 这些厚厚的衣服 完成后 煮食 煮完东西之后 去看医生 一年一度的身体检查 我们一起去画我的尾巴 也是没有技巧地 油一下它 然后塑一下它 然后就下这个 Benefit的眉椒 这个是透明的 这个很好吃的 好像生冻一点 就是这样的 调味就好像 拆了这个之后 这个妆就完成了 好了 现在就煮的食物 也很累 真的做了90分钟 我忘记了这个是热的 感觉很好 对 而且我也觉得 如果真的做起床的话 可能计划一个瑜伽的班 或者一些workout 好像感觉好些 好像没有那么累 因为可能累的时候 在做运动的时候 现在我都 我都会喝咖啡的 一会儿去吃东西 做东西 也会做咖啡的 但是感觉好像没有 如果不做运动 就感觉很累 很想回房间睡觉 那些 所以就一起做东西了 hare 完成了哈 raining的早餐 再没ifer greater 所以淀粉就熟了 半個 現在我做我的午餐 我就會吃這個午餐肉 午餐肉拌假飯 Cauliflar rice 剛剛切了午餐肉 切得很殘 因為有點餓 半包的Cauliflar rice 平時一包有一點多 最好就是三分之二包 這個Cauliflar rice最好先打碎 我的意思是在雪藏的冰櫃是一大塊 最好先弄碎 再倒在這裡煮 不然就要等它解凍 在煎餅上 就會比較困難 現在好多 喝咖啡 吃午餐肉拌飯 我完全沒有加油 沒有加任何調味 因為本來吃午餐肉也很鹹 平時吃東西就像吃碟頭飯一樣 很享受 真的覺得很好吃 Hello 大家好 剛剛看完醫生 我沒有拍到 剛才還帶了口罩 現在醫務所還要帶口罩進去 有點難去拍 那些地方可能還沒給你拍 所以我連相機都沒有 但梁體溫 檢查過預防 如果你要做Persmeric就做Persmeric 然後他會給我一張紙 就在這裡 我給你們看 要拿去驗血 我舊時的地方可以立即做驗血 因為是Hospital 但這次我去診所 他沒有這個驗血服務 現在放Crain 海 姆扭喬 狗孩子 還有 人黑舊 4時多 我還沒睡著 真的 我不用睡 其實我可以ired 但現在是4時多 我們讓我考慮睡不睡 剛好閒的時候回家了 现在是4点36分 想想可能今晚早点睡就算了 因为如果现在睡了之后 就怕今晚睡不着 因为如果我睡觉可能早点睡觉会比较好 会不会弄晚饭 因为我两个人都比较早吃 所以早点早餓 Havi他今天会吃公仔面 其实很毒啊 我刚才都留意看 我自己做应该可能 我也考虑一下吃什么 因为今天吃了不太多 可能我也吃面 公仔面 早前一丁 然后就是落三只饺子 Havi都挺喜欢吃这个饺子 我也看到你们留言 Costco我不碰生肉 其实我所有肉都是冰床的 不是新鲜的 因为新鲜的血流流 真的很害怕 他们已经煮熟了 怕煮不熟 因为冰床已经熟了 煮得不够熟会食物中毒 所以我通常都是买冰床 或者已经煮熟了 很小菜 我买两盒 但我忘了买 可能做沙拉 on the side 好像有些菜 每人一只 我暂时还没想到 我吃哪一只面 其实 不过先煮了Havi那半 因为我其实是最爱吃公仔面 我不喜欢公仔面的汤底 但那些面是ok的 平时有些韩国面 都是它的面 所以这个沙拉就是用日本的Ginger的汤 煎一些Torky 两块 没加tomato 因为好像不是很够 加上这个Avacado 在Havi那边的沙拉 因为我妈妈是Avacado 所以我们会分享沙拉 决定了吃这个快熟的通心粉 来用这个鸡粉 但现在正在煮这个公仔面 我又教了timers 现在还有一分多钟 其实水还没滚 我已经等了四只饺子 问他需要多一点 他说四只 四只饺子 而且我剪了两块Torky 是因为他很喜欢吃肉 而且他身体不能吃太多carbs 平时不会吃这些面 可能出街才会 家里一定不会吃 但真的冷 所以就吃一下面 刚才加了Avacado 在上面 面容不太漂亮 这个是我的沙拉 然后Havi的公仔面 有一只蛋 差点忘了拿 那一只蛋 是不太漂亮的 不过 对 决定给你们看一下 刚刚完成 现在的时间是 6点41分 我现在很累 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出 我今天没有睡到眼觉 但我已经差不多 起床了13个小时 对 其实平时我也是 睡了到第10个小时 就开始累了 12个小时 超级累了 就是要时间睡觉了 现在打算落妆 睡觉 起初也打算摸一下衣服 可能做一些 不太用脑的东西 因为现在我完全用不了脑 好像不够睡 因为其实 我们最好 入睡 有时候我可能 整11点才入睡 睡不够八个小时 其实我身体 需要起码八个小时 现在Havi其实正在洗凉 然后她也跟我一起早睡 我们打算 放松一下 按一下手机 然后睡觉 很累 本期四就去到这里了 明天很忙 很多事情做 明天是出去的 一整天都出去的 早上不是 但去到 其实也不是 早上不是 要拿着车出去 不过明天 你们就知道我去哪里了 今天就拍到这么多 好了 我们明天再见 大家好 大家好 现在是7点01分 今天刺了起 Havi已经起身了 刚刚下了 很累 我快要再 再解释一下 化好妆了 但刚才 手振振的 我有个 毛巾在我鼻子上 但稍后才抹了它 毛巾就不要立刻抹了 一抹就会化完 让它干了 为何我今天起床 昨天已经很早睡了 我昨天 9点不够 已经睡了 因为我真的很累 因为昨天没有睡到 因为极快入睡 但到凌晨1点的时候 我就要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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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已经1小时都睡不了 可能试了十几分钟之后 之后就睡了 但其实 我中段一段时间都没有睡觉 后来6点钟响的时候 我就超级累了 所以我就 后来睡了1小时 挑战最后一天 竟然是失败的 因为我真的太累了 我的身体真的不惯 这些时间起床 现在要做的事情 就是 煮饭吃 现在有点早 但因为我今天 一会儿要过多1小时 我就要出门口了 现在在洗Prince那些衣服 那些要是air dry的 所以我就要出门口之前 放好她的衣服 现在就煮早餐 继续我的天 首先煮好Hurby的早餐 就是没有Spanish 我就会吃太平梳打饼 和小小的消化饼 因为我一会儿会 約了朋友11点多去吃午餐 现在是8点23分 所以我就 我真的不想吃得那么饱 我怕吃不到午餐 这么少洗衣服 在这里浪干 因为这些玩具 我通常放在这里干的 而且她最喜欢这只鸭仔 她出生到现在 她也有咬着这只鸭仔 即是仪式的 对 仪式BB的玩具 已经很残忍了 但我真的很喜欢这只鸭仔 另外我也有一些 她那些 不可以放在干衣机 她那些床铺 咬到这样 这个是Junior之前咬的 然后也在这里挂 而且这里全部 不可以放在干衣机的 通常我掛在这里 或者在客房的 那个架 但是这些 这样方便一点 而且今晚也会用 今晚也会 拿回干了 现在陪我一起摘衣服 因为前一天 和Happie洗了机衣服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 其实我放在干衣机 可能忘记了我要摘的 我不是马上摘的 看修是我手机的 家居家居生务也是我手机的 所以我也不用再多洗衣服 所以通常有时 会在干衣机里面 对了 也会比较冷一点 发现外国 比起香港 生活没有那么急速 可以多煮饭 不会只要出去吃 还有洗衣服 可能有工人姐姐 可以帮忙 但是外国 可能工作的节奏 可能没有那么 就算一个做9-5 9-5的人 其实也会自己做 这些是不流行 请工人 这些全时间 一个星期就是做40个小时 对了 香港就不是 有时可能是星期六也要上班 但是这里一定会有两天 没有香港这么急速 因为我之前回去 那几个月 也发现不知为什么 时间很快过 而且真的可能要有工人姐姐帮忙 才可以 因为不知不其然地 是很快的那些东西 但在外国这里 真的节奏比较慢一点 也习惯了在外国这里 这样的生活 所有东西都是自己做 洗衣服自己做 买菜 我又不是煮什么 其实我那些其实很容易煮 也不是叫煮食 如果是煮食的话 我会觉得 可能要自己做一条尾 有煎又烤又烤又烤 这些就是记住吃 我这些都是 put together pseudo cooking 我喜欢这个生活模式 大家好 我刚刚拿到来宠物店了 就drop in a prince 去剪毛 他极得很骯髒 好可爱啊 他再拍一下 去剪毛之后 食物到了 我们叫了这个grilled cheese 还有还有沙拉 然后Ashley又叫了这个sandwich 而且他有一些 断了像薯条 然后Ashley在这里 Hi Ashley Hi my pepperdine classmate Ashley Hello大家好 刚才吃完午餐了 然后 我们上一次见 应该好像是跟现在的老公 他们第一次约会 然后我也在 然后我们三个这样吃东西 现在去老公 他们所有东西都很快 有点像我同一样 他们已经有一个三岁的小孩 都看到他的女儿 都很可爱 因为我们真的很多年没见 现在准备去接阿Prince 因为现在也有一段车程要开 因为我去我朋友这边吃东西 因为他有个女儿要照顾 所以不想他开这么远的车 所以我走近他那边会比较好 刚刚接阿Prince 他现在很英俊 真的摔了个髮 Prince 很干净 肯定回家给你看看 因为都进了房子 而且戴了安全带 在这里写Prince How 之前去VET的时候 他写了他的名字 Prince Prince 好可爱 他没拍到 因为其实我也想快点赶 因为又开始有返车 现在是2点半一分 变得像COVID之前 反而返车更迟早 以前可能是4.15点 开始有返车 现在这个时候 2点半三点已经有返车 反而好像更旺 通過以前救市的時候 就是COVID之前的時候 所以都快點回家啦 要不然失死人了 我就去回我平時吃 去開這間Path Shop 其實這間Path Shop我去了很多年 其實當年我是買Princeton Junior的 因為當時我也不是太認識 家裡是沒有養狗的 所以我也不認識要領養 覺得很可愛 以前LA還沒禁止去買狗狗的 我當時就在這間寵物店和剪毛店 買Princeton Junior的 所以我一直都 現在Princeton已經11歲 一直都來這間寵物店 他今年11歲 現在10歲 他11月生日的 11月 不是 他10月生日 Junior是11月生日 Princeton是Libra Junior是Scorpio 連他的星座都知道 一間寵物店就搬去旁邊的舖 以前是同一個地址 但真的正在旁邊的舖 大很多 但東西有點亂 因為可能剛剛搬進去 剛才收拾了麥當當 因為有點餓 我剛才沒吃完午餐 Habby有點餓 我回來又要煮那些 寧願拿點東西 然後他就想吃麥當當 我最愛摘麥當當 當然沒問題 Habby在吃東西 Princeton 我也準備好了晚餐 而且他現在是會濕糧的 因為他年紀比較大 所以沒有牙去吃乾糧 所以我們一起去餵他 而且看看他的可愛 剪了頭髮 這個給Princet的 Princet很開心 你看他 好可愛 先放下他 Princet 對 他應該很妥 而且我這個是在Amazon買的 沒了Junior的關係 就可以這樣 放那些 R痕 他那些是水 而且我買了兩個 所以全部都可以放下洗碗機上格 這個也有點髒 接下來開洗碗機 應該明天開洗碗機 我買了兩隻 所以可以用自動胃的機 出糧的不可以 就要一天兩餐 手在椅子裡拿出來給他吃 對 對 他那些很少毛 真的剪了一些毛 不要妨礙他吃東西 現在準備下妝 也很累 根本是沒有睡覺 我的妝都掉了 超級累 這個6點起床的挑戰感想 現在就是up in front of the girl 因為我實在太累了 現在是9點44分 真的要 我要去睡覺 現在是星期六的 差不多6點了 所以全日街我有點累 說回就是 我其實現在有點病 可能這個星期不太夠睡 以後我會不會再6點起床呢 其實真的 depends 假如那晚11點才睡 如果需要6點起床的時候 我覺得我不是很夠睡 所以我覺得不是一定要吃死6點 可能是 如果那一晚晚晚一點睡覺的話 可能可以遲多一個小時起床 那些晚上 未來我也不會6點起床的 除非真的有些事情去做 我覺得這個星期也蠻有效的 但是另一件事 我覺得我可以再做多些事情 是因為可能 我平時不化妝 但為了拍這條影片 我就要化妝和下妝 其實化妝下妝前後 也起碼一個多小時 感覺好像 可以再運用得好一點 要花一些時間 如果不用化妝的話 還有有時拍片 拍片又花了一些時間 去設定鏡頭 又花了一些時間 所以我覺得這個星期還可以 更有效的 因為喜歡這條影片 可以看到我一個星期內做了什麼 還有陪我一起去挑戰 6點起床 雖然他昨天失敗了 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點讚這個影片 訂閱我的頻道 追蹤我的instagram 我們未來幾天後再見 拜拜